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杨军 在今年的9月29号 C919已经拿到了行澳合格镇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阶段 和历史的成就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今年珠海航展 第一天 11月8号 七家金融租领公司 只有签下三百架的四级大单 所以这都是非常自豪 很骄傲的事情 回顾大飞机的成功发展的过程 所以要回推到或者回顾到 19年前的 2003年的11月的 国家中舱级科技发展规划 大型飞机重大捐赏的论证 那么我很有幸担任了当时秘书组的组长 所以我想在这里 以一个清理者跟观察者的角度 去给大家介绍 大飞机成功 它的关键的要素 同时从大飞机这个发展 来看我们如何从大国的思维 走向强国的思维 大飞机重大捐赏是属于 中舱级科技规划办公室下面的重大捐赏组 指导 这个组的组长是来自上海的江上周先生 他当年正在做着肺癌的化疗 每个礼拜要飞上海跟北京 所以我对他是非常敬佩的一位科技产业的战略家 同期进行论证的有三个重大捐赏 从目前完成的情况来讲 这三个项目都是远远地超过了当时论证规划的目标 我们论证的专家组是组长 是我们北航的校长李卫院士 这个组成来自于什么呢 中航一二集团的 还有民航总局 航空公司 还有军方的专家 还有来自于大学研究所的 各个捐业的专家 规划办给专家的要求是 不能屁股就点脑袋 要国家民主至上 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要独立自主地发表自治的争执作建 那么这个论证的过程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去研究建议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在论证开始的时候 就是重大专家组就已经收到了八个部门 还有四个地方政府的建议的方案 所以我们首先要听他们的 第一个邀请的就是请了两院的院士 叫王大恒先生 他是两单一星的袁勋 他是战略科技家 之后我们听了一二集团的他们的汇报 还有一些相关的企事业单位 还有一些专家们去座谈 所以要快速地学习 要去研究大飞机整个这件事情 当然要理出问题出来 我是从清华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的 因为我当时任北航科技处的 负责民口的科研处的副处长 被校长领降来担任了秘书处的处长 所以对大飞机来讲并不是太熟悉 所以我也是个up的过程 70年里像80年 我们就首飞了十年 那么它是一架了不起的飞机 也展现了我们航空人的拼搏奋斗的精神 它有十项的技术的突破 而且七次飞到拉沙去 也就是运物资去的 但是想想看这是一架是非的飞机 所以这了不起的事 但是很遗憾 那么这架飞机在8年就停止研制 8月6年就完全终止了 但是航空工业它也是屡战屡办 屡办屡战 所以又提出来一个基于国际合作三不走的 腾飞计划 但是也很遗憾 跟麦道的合作 也有波音的兼并 最后断了头 然后跟空客当时的合作 就是支援的合作 但是由于空客的毁约 所以最后也是办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国际环境风高浪急 暗流汹涌 军事的这种竞争也是乐趣举例 大家就看看当时有海湾战争 有银额豪的事件 到底有哪些经验教训 那么这是专家们总结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当年在运石停下来 下马市区的自飞了武功 造成了停止的倒退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有错误的逻辑 就是造不如买 买不如猪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像中央的教训 就是核心技术 是买不来 换不来的 很多的航空界的这些老前辈们 就开始给中央显信 这是86年的航空四君子 那么还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高梁 他是发改委经济所的 那么王大恒先生 我们叫大恒老 他从93年开始就介入了航空 所以直接就另外狂澜 他做哪些事呢 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 我们北航开了运石首飞 20周年纪念会 然后为了看中国的航空工艺 到底有没有能力啊 85岁飞到了上海飞机制造厂 去看了运石 回来以后又组织了航空的相当科技会议 最后又搞两院的咨询报告 上出中央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大飞机要上 而且一早不宜辞 但是当时的情况下 军民兼用以特种的军用 特种飞机为特勃口 这是当时的这种认识 转积到了2002年11月的十六大 那么十六大以后 当时就提出来要自主创新 要见识创新性的国家 这就体现出一个大国思维 抓索的鞭子 新中国以来第二个 重商科技发展规划 所以王大航空先生又给时任的总理温家宝写信 温家宝在他写信以后 一个月以后 专程到他家里去看望他 跟他讲 第一个我们要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很重要 第二个来讲 就是科学下的建议 我们还是要吸收的 所以非常外信 03年的9月 大型飞机就立入了重大将军的论证 所以这才有我们的大飞机组的成立 当时存在着大飞机上不上的 有五个方面的争论 但是核心的争论就是 我们是自主研制 还是以前的合作合资 理出来三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要不要上的问题 能不能上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做的问题 围绕这三个核心的问题 我们就组织了 专家族到了四省两个市 48个单位去实地的考察 那么就看他的基础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西非 那么当时还是出于绝密状态 就是基于苏联1276的 空警2000的预警机 就是西安这个 包括延梁等等 包括汉中 我们趋势看到 我们是具备了自主研制的技术 跟制造能力的 那么回来以后 我们就通过深入的讨论 不断地征求意见 经过了十五稿 那么到了04年的6月20号 当时专家一致通过这个决议 能够一致同意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这也反映出我们专家 前辈们的一致的攻心 历史的远见 那么我们想 这里面三个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要不要做的问题 当然是要 因为这个是我们现代化 建设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同时它也是我们讲 为什么要建创新性国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那么能不能做 是能的 我们是已经具备了 基本的 以自主研制的技术 跟制造的能力 那么当来 还有我们那时候的中国国力 已经开始上升了 我们有钱来投这个事了 特别还有当时的航空需求 这个是非常大的 这样的机器 那么到底怎么做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二十个字的指导方针 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要成立国家级的这个这样的领导的机构 要自作研制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然后呢做150座机的单通道的 这个占整个航空市上50%份额的这种飞机 然后呢就是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要产业化 就不是一架飞机 也不是一型飞机 所以要有产业化的意思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把我们把发动机立到了我们这个捐箱里面 这个得到了很多的好评 如果说数字来总结的话 当时提交了十五稿的这个印记印证书 还有十二个附件 所以当时我去这个规划办送那个档案的时候 是1.5米高 就跟我人差不多了 就我们在04年6月份这个论证结束以后 当时行业 特别是航空工业 还有很多的争议 那么对于这个实质的方案 也有很多的看法 所以国务院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面 就组织了第二次的叫方案认证 这主要是论证就是怎么做 那么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有三位主任委员 包括我们前任的立项组的组长 有七位院士 这个论证就他们论证报告里面 就对六大问题提出了建议 那么五个方面的问题上跟我们是一致的 就是第三个 他建议是民机跟军机 就是都要同时开展 对于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 怎么样体现国家的主导 就连续的四个五年计划 把飞机跟飞机有关的航空产业 立到了整个国家里面去 确保了财政上的持续的支持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要在上海势力建立中国双飞呢 这就是可以解决我们前面讲的五大争论的问题 这也是说从体制上要紧创新 要改革 他的董事长包括两位董事 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几乎没有出过的经验 它是来自于航天系统 所以它是航天掌门人士为主的 这个就是当中央对中国双飞的一个用心的地方 就是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整合成了现在的中国航空工业公司 为了承担我们前面讲的大客的发动机项目 50个亿又专门成立了中航商方 那么在16年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 十三五已经有航方有一个重大债项 所以又把从中国 中航工业里面分出来一部份重组成了中国航空发动机公司 那现在已经有三家的央企 三家的央企 当然他们各自有任务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分的两个小家 现在成了三家大的央企 所以这个航空工业的力量就壮大了很多 所以这个就体现作一招起火满盘结果的这种特征 我们看看C919 就是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面通用的一种模式 就是主制造商 中国商飞 供应商 全球 为什么呢 就是大飞机采用的非常长 有的说是300万 有的说是500万这样的零部件 观念性也非常强 所以老牌的 你看波音 空客 他们仍然是采用这种利益共享 但是也是风险共担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好 我们来看看 大家都关心的中国大飞机里面那台发动机 我们在国际招标的时候 我们是最早就跟CFM签下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人民大会上签的09年的时候 就大家想 我是第一个用户 我肯定拿到最好的价钱 而且你的飞机你还在研制当中 所以你的发动机就跟我的飞机就更好地匹配 我不知道大家就理解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波音跟空客一开始着急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要做成了 那这架飞机肯定要比他们现有的同类型的飞机要好 他们的飞机就卖不出去了 所以他们基于同样系列的发动机就研发了 比如空客的A320-6 还有波音他研发了 就是我们掉下来过的737 MAX 前两年的时候 在1819年 波音的737 MAX 8 在五个月内 两架的飞机在起飞不到15分钟里都坠毁 理赖了346人 当时还包括八个中国公民 所以中国民当时是非常英明的 当机列段就停飞了 在中国首先停飞 在全世界第一 我们现在还没有恢复 所以现在波音是非常困难 但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技术上的事物 就是波音它用以前老的 60年代设计的737 来配了2015年左右的新的离开发动机 所以老安派新马就已出问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航空安全局FAA 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 我们在9月29号的时候 总书记在C929拿取证成功以后 就接见他们 然后在接见的时候 高度表扬 大飞机人使国家动粮英雄工程 这是极高的一个评价 所以10月29号 然后就拿到了生产的核克正 这个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们从研制到批量生产 这就是产业化 今天大家都非常高兴 今天上午 C929已经交付了东方航空公司 然后从浦东机场 然后飞了50公里 到了虹桥机场进行的交付 当然这是全球首架 用了一个中国印 当然我们期待的名言三月份的首航 我们特别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在大飞机重量捐向里面 还有除了铭机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大运 军营所机 现在叫运20 它的现在的进载要比C929更快一点 这也是军机跟铭机的差异 就是铭机的安全性更高 更高 它有实行认证的问题 所以时间要更长一点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个大运飞重量捐向 原来是两架飞机 那现在是3加2 将来还要加N 这个N大家可以想象 未来20年 按照中国双飞空客波音的预测 就是我们的大型的名计 大概有9000多架 当然包括直线 包括单通道跟双通道的问题 所以未来中国是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航空市场 目前来讲 那么大的市场 那么我们现在从今天 就是12月9号 我们的飞机交付给东方航空 那么这个产品 就已经可以说是成功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中国商飞这个企业要成功 那么这个怎么办 就一个是系列化 一个是规模化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要让这个飞机 达到350架以上 所以大家现在理解 我们前面讲的7加租赁工 一个单子就是300架 这个就够中国商飞 过了这个盈亏平衡点 就这个企业活了 后面就真正是挣百花花的银子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整个中国大型客机的产业的成功 我们要带动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发动机 还有航电 航船等等 要配套的发展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 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自立自强的大型的民进产业 因为大家知道 全世界现在就三家大型的飞机的航空公司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中航工业跟中国商飞 包括前面讲的中国航方 我们都是紧密地合作 互相支撑 互相成就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 在未来 很快的未来 或者十年 或者二十年 就是世界上的铭记 形成新的格局 就ABC的新的格局 那么我们按照中国 制造2025的规划 我们知道2025年 就是中国要一种制造大国 要进入制造强国 2050年 要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潜力 那么到本世纪中叶 我们要全面建成 社会对新的格局强国 就是强国的意识 而且大家知道 中国是提倡贸易自由化 然后经济全球化的 这个习主席提出来 要构建人来命运共同体 所以纵观我们前面建国 新中国的七十多年的历史 我们从自力更生 自作创新 我们现在也在 但是我们更远的 强国来讲就是 自主自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下面 我们这个历史的角度 就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更多的人 从大国的思维 然后走向和平 开放 共赢发展的 这种强国思维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 满怀的自豪 充满自信 然后是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做中国人造的大飞机 谢谢各位 感恩 谢谢大家